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MOCK NEWS 今日跟大家讲一宗 工程界中的丑闻中之丑闻 夏正文法官原本已经很忙碌地 查红磡站的怀疑剪钢筋这件事 但今早早特首打给他 不如你查昨天我们陈凡局长 所公布的四个怀疑 红磡站的其他的丑闻事件 究竟这几个丑闻是什么呢 我简单点跟大家讲一讲 其中包括验收文件消失了 红磡站北面隧道工程有四成的 RISC的表格是不见了 不单止说李顿交不出 港铁都交不出 所以政府就没有这些表格 另一方面也善改工程的设计 物料的测试资料也没有了 说的是一些螺丝帽 另一方面提交了一些误导的图则 就是说李顿就说 虽然在工程的善改过程中用了螺丝帽 但没有在员工之后向港铁提交一些最新的图则 现在这几件事其实都是刚刚昨天才由香港政府公布 所以仍然在一个调查阶段 所以特首就打给夏正民法官说不如这样吧 反正同一个站查的东西的性质差不多 由你查了 但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合逻辑的做法 因为夏正民法官其实在下个月二月尾的时候 就要向行政会议提交调查报告 为什么突然间又要查多几件复杂的东西 夏正民法官三人委员会是否有够时间呢 看回之前其实整个委员会的聆讯过程里面 大家都会发现就是相当之细致 或者可以说是增压也相当之多 无论是李顿中科委员会本身港铁本身都有不同的律师代表 也都对于同一个事情有很大的分别的看法 那些钢筋扭入多少寸是为之安全 都已经可以说得是大家都说到 我感觉都是天花乱聚的了 我自己都仍然在沉思着究竟应该信哪个 不如这样 说回今次这件事了 其实我想重点说一说就是这个表格遗失的事件 这个RISC的表格其实呢 简单点来说就是说在一个工程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分了很多部份 完成了某部份你就会填写的这个表格 而这个表格里面呢 无论港铁或者是这个承建商礼顿呢 都需要是签署的 很简单来说就是说 譬如你一个的建筑物 当你做好了一些的前期工作 譬如你一些的扎铁工序已经完成了 扭好了那些的螺丝帽 也都经过了不同的工程的专业人士去核实之后呢 其实大家就签了纸了 那下一个工序就是洛石市了 那洛石市之前呢其实这些表格呢 应该是填好了也都是传档的 说的传档不仅是建筑商他要传档 而是说呢 作为今次整个project的这个 项目经理的港铁也都应该有传档的 那但是现在的问题就第一 原来港铁和礼顿都是没有传档的 有四成的表格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就更加吊诡了 原来港铁在四月的时候呢 已经是追着礼顿这些文件的了 那一追就追了呢超过半年 那现在这半年里面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港铁其实一直以来呢 都是进行着这个红磡站的 这个剪钢筋的聆讯的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其实为什么不在这个聆讯过程的 任何一段时间呢 都将这些资料 尽快向这个公众去公布呢 其实这些资料 对于之前这个怀疑剪钢筋事件呢 或多或少都可能是一些新的证据 或者新的资料的补充 那但是要去到现在一月尾了 夏正文下个月尾要交表格的时候 先突然由政府去将这件事说出来的话呢 其实呢 我觉得港铁呢 选择这个的时间 或者不可以这么说了 而是政府在这个时间公布 而港铁的回应呢 我觉得都相当之是令人废解的 第三样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我想做过建筑 其实不是说一定要做过建筑 我想做过很多行业 你都会发觉其实都有一些所谓的 审计内部审核的部门一些的 auditing的工作 在港铁里面呢 亦都有这个工作的 而且在这些project上面呢 是每三个月呢 他们的一些审计的人员呢 就应该是要查查这些表格 是否齐备原备的 但是究竟今次这一个的 所谓的审计的过程 是否做足呢 是否由上年四月开始 审计已经发觉了不见了这些表格 向管理层已经报告了 还是说其实审计的部门 是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呢 才发现这个问题 向管理层汇报呢 其实在昨天的港铁的记者会 或者政府的那个新闻发布会 都是没有讲过的 我以上的几点呢 其实都已经是疑点重重 所以我听到港铁的高层 今天在这个电台节目上面说 港铁其实可以做得更好的 可以有这一个 一些所谓可以做得更好的空间 我就觉得这个说话就真是 令人感觉他们真是轻轻带过 或者可以说呢 是希望将这件事 尽量去低调处理 但是你现在讲爆的这个丑闻呢 我想呢 无论放诸于呢 其他一些的发达的城市呢 只要他们的其实的 那个建筑上面的条例规管是 完备的话呢 都会觉得是匪夷所思的 而且本身其实呢 港铁呢 也是拿了一些国际认证 这个ISO的9001的认证的 那究竟 这次他们又怎样去理解自己的 这个司工上面的这个项目经理的角色 有没有扮演好呢 也有没有违反了这个ISO9001 要他们所做的这些的 这些司工的程序呢 我想呢 其实我都不说那么多了 因为呢 一切都已经有了答案 在你的心里面 也在我的心里面 今天跟大家谈到这一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